非常的 誒 我還沒開廣播 我們今天的課程非常的這個就是 沒有什麼數學啊 但是因為前面就已經該教的都教完了 這樣子 但是這個對程式的要求非常的高啊 大家一定要認真聽啊 對不對 這個 我們現在終於要開始寫自己 深度學習模型而且要用套件了 你之後會發現你不用套件 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之前我們都是用首科嘛 對不對 首科就是我自己寫出一個函數 我自己推導自己 自己寫函數自己運算嘛 對不對 之後我們可以用套件啊 那這個 不過這個套件喔 你說好用也沒有多好用啊 好不好 就是因為深度學習模型 它的核心元件 Predition function Code function 還有這個T度下降法 這些東西變化度很高嘛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程式啊 它沒有辦法只用一行或兩行 就跑出一個model 我們一定要好好學習它其中的原理 我們前幾節課的那個鋪墊 都想跟你講說 這些東西 你到時候在看這個 這個 你在寫這個程式的 就是你在用這個套件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前面那些基礎姿勢是必要的 好不好 好那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如果你想要 在你的桌墊上面安裝 這個 安裝這個就是 就是 MXNET的話 請你用這樣的語法安裝 好不好 那但是啊 這個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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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這個 就是 如果你這個 用的是Server的話 你就直接 你就直接 Library就可以了 好不好 這應該沒有問題啊 你們應該每個人都有Server吧 對不對 有沒有人沒有的 有都有 好 都有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MXNET 這個套件 它的基本結構是長什麼樣子 好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喔 我們訓練深度神經網路 我們現在在開始之前啊 我們先把 重點把它畫出來 好不好 我們 深度學習 最重要的是要什麼 要有一個Predition Function 對不對 Predition Function 這是 一組函數 對吧 可以接受吧 然後接著咧 接著你要有一個Cost Function 對不對 Cost Function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可以接受 那你要 你有Predition Function 有Cost Function 你定義好了之後 這是一個Function Set 對不對 我要求參數 那我求參數要用什麼 求 我是不是用Data去求 居然可以接受嗎 我要用Data去求嘛 對不對 那我的Data 加上Predition Function 一起丟進Cost Function之後 那這樣它就可以自動更新我的這個 自動更新我的這個 Predition Function了嘛 對不對 好然後我要怎麼優化咧 我需要優化的方式是 1 SGB 2 ADN 就是 帶慣性動量的T2下量法 跟 用這個ADN 好不好 我們目前為止就學過這兩種嘛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所以說 我們MxNet的架構 等一下大家看著喔 它基本上就是 MxNet的架構 基本上就是 我要先產生Data 我要先產生Data 那我的Data 怎麼產生咧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好不好 假設我們已經有一個資料夾 我們怎麼產生 這個Data 有一個要求 它是不是要 MiniBench 所以它每一次 每一次要更新權重的時候 它其實都抽一小部分 對吧 可以接受嗎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先 第一步 我們在這裡 你看到 這個 我們上面有寫 資料結構 預測函數優化方法 對不對 資料結構 就是在講這個部分 就在講Data的部分 預測 函數 它就是在這個部分 優化方法在這裡 好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然後在MxNet裡面 這個 資料結構的部分 我們 要用一個語法 叫Iterator 這個Iterator 它負責 每 就是 一直產生新的Data 然後位給這整個函數 位給上面去進行運算 這樣懂我意思嗎 Iterator 需要做這件事 那Model 就是去定義這兩個 定義這兩個 那你之後 你只要用前半段 這樣就可以拿來Predict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然後最後就是你有這些東西 好 好 你這些核心率元件都理解之後 我們現在來看要怎麼寫Iterator 好不好 好 我們跟之前一樣 我們先產生我們自己的Data 好 這一個 你現在有X跟Y 兩個Array 注意它的Dimension 它總共 我們現在要做線性回歸 我們現在要做線性回歸 我們先用MXNet做線性回歸 我們來看到底要怎麼做線性回歸 它的Dimension 注意這件事情啊 是 2乘以1000 你們有沒有發現跟之前有一點差別啊 以前我們Data的格式 是不是 N乘以M 那這個N是變相名稱 M字人數 這個A就是N字人數 這樣可以嗎 我們的資料表是直式的 這裡是人數 這裡是變相數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可是啊 在MXNet裡面 它的東西是反過來的喔 我們要接的矩陣是 M 乘以N 這樣可以接受嗎 為什麼要變成這個格式咧 主要原因是因為 現在 現在你當然只有N 對不對 就是現在你這個 你每一個人可能就有兩個變數嘛 對不對 就來說X1跟X2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的矩陣是長這樣子的 可是假設你的輸入是一張圖 一張圖的 圖的 圖讀到電腦裡面的格式是什麼樣子 有沒有人知道 來猜猜他來講一下 一張圖讀到電腦裡面 它是什麼樣的格式 數字 好啊數字 什麼樣的格式 什麼樣的數字形式 No idea 你不知道 一張 如果你可以看到一張 那個外面寫說是300X300的圖片 圖到電腦裡面是什麼格式 直的 直的 300X300 就300X300嗎 怎麼還有RGB 還有彩色啊 好啦我們來跟大家講啦 如果我們要讀圖的話 它的格式 如果你在外面 就是你在外面那個Windows 上面看到那個圖片 你右鍵 你可以看到像素 寬多少像素 高多少像素 對不對 它應該是 假如說 這個 300X300X3 這樣是一張圖 為什麼勒 因為 每一個 每一個像素點 都有三個 Value 去描述 它的 紅綠藍的 這個 就是 組合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 一張圖它的格式長這樣 所以如果 一個Sample 它Input了一張圖的話 我這個東西 就要往前擴展 所以就非常有可能變成 AXBXCXN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 它為了 要讓它的 data 可以進行擴展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 它把這個 矩陣轉置 這是第一件事 我們要學的 這樣可以理解嗎 這個就是 習慣要改掉而已 可以吧 哈囉可以嗎 就改掉這個習慣而已 好改掉 改掉這個習慣 其實也沒有很難 你看 它其實 我們現在的XArray 跟YArray 我們現在用X的 我們要先用X的前兩個數 我們現在 把它改成看的XArray 好這樣 用這個跟這個 預測什麼勒 預測 好預測這些數值 這樣可以接受嗎 我們想要用這些 這個東西預測下面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要怎麼寫勒 來看著喔 我們現在 把這一大串複製貼上 我們一點點來看 這個格式是什麼 好 這裡啊 我先 LibraryMxNet 不然的話 這個語法不完整 好大家看一下 這一個 MyIteratorCore 這一個函數啊 基本上 以後 以後這個函數的結構 這個函數的結構 你以後要 就是不斷的造超 你注意到它有幾個區塊 第一個是Batch 這個Batch 這個Batch就是 當下是0 這是什麼意思呢 在紀錄我當下 現在是第幾個 第幾次 第幾個小批量 這樣懂我意思嗎 因為它每一次 它每一次 它每一次會 它每一次就釋放些Sample 每一次釋放些Sample嘛 對不對 所以在這裡 是 告訴我 現在是第幾個小批量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在這裡 再來 Bench Per Epoch 這個意思是說 如果美經過多少的Batch 它會 經過多少 我就會告訴說 這是一代 這樣懂我意思嗎 什麼叫一代勒 就是 我以後在更新我的神經網路的時候 更新我的神經網路的權重 它每一次丟20個Sample上來 假設它每次丟20個Sample上來 那我可以設定一個節點 你覺得它丟50次以後 這個結果我就要暫存一下 這樣懂我意思嗎 暫存拿來幹什麼勒 我們之前不是有說 你有Data分Training Set Reading Set 跟Test Set 或者是Development Set Tuning Set 跟Reading Set 總之就是 你有分好幾個Set 對不對 你可以拿到Reading Set 上做一個驗證 然後看看Performance怎麼樣 這樣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好 你懂我的意思之後 你就知道 我們在這裡設的這兩個參數 它其實沒有那麼重要 就是 我隔多久 我要告訴大家 我要跟他講 喔 停了 你已經一代了 這樣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好 那接著 我們來看一下 reset function 這個 function 它 這個也不用動 就是 如果我在這個 function下面 下了reset指令 那就代表 我要把我的Batch 回歸成0 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在講一次 剛剛我們不是說 每一次是丟一個小批量嗎 丟完一個小批量 丟滿 你覺得說 54或100次 那這樣子的話 它算一代 對吧 那一代結束了以後 這個 這個 function 是不是不會再作用了 不會再丟新的Data 所以我要給它reset 那從第二代的第一個 Batch開始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 那接著 Ethernext 這個函數 是拿來幹嘛的 拿來 讓我的Batch加1 就是告訴我說 現在是下一個Batch 這樣知道嗎 好我跟大家講一下 在這裡 這幾行 在MyIteratorCore裡面的函數 這幾行 基本上完全都不用改 改都不用改 但是一定要寫在裡面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一定要寫在裡面 但是改都不用改 唯一要改的地方只有這裡 因為根據你的Data 你決定 你的一代是多少個Batch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通常是 Number of Sample 除以Batch Size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通常是Number of Sample 除以Batch Size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Value這個部分 它也是一個Function 對吧 它這下面就是複雜 這下面就是常常要改的地方 我們先來看它最後需要輸出什麼 它最後需要輸出一個Data 跟一個Label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那一小部分的Data 跟一小部分的Label 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它怎麼做咧 首先 IDX就是我要使用的Sample 的號碼 是1到Bench 加上Bench-1 乘以Bench Size 好這什麼意思 當我Bench Size為20的時候 然後我的Bench為5的時候 我輸出的結果就是81到100 對吧 可以接受嗎 為什麼呢 因為我第一個 我第一個Bench 我需要用第一個到第20個樣本 這樣可以吧 第二個Bench用第21個到第40個樣本 這樣可以吧 依此類推下去 在這一部分 我就想要講這件事情而已 那第二行 第二行在做什麼咧 如果假設你總共有1010個樣本 假設你有1010個樣本 那你的Bench Size 是20 那到第50代的時候 是不是981到1000 那到第51代的時候 是不是 1001到1020 可是問題是沒有1011到1020 對不對 那所以說 當我的Bench Size 超過我的 超過我的 Number of Samples之後 Bench Size超過 當我的IDX超過我的 Number of Samples的時候 我要把這些部分 請他隨機再抽一些樣本上來 抽前面的樣本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吧 這是 這裡是一個防止ERROW的一行指令 接著 X Array 用IDX把它 抽上來 用Y Array把它抽上來 後面 注意 這個所影函數 它是一個二維的矩陣 二維的矩陣 所影函數 就是一個逗號去分隔 對不對 逗號 左邊放ROW的所影 右邊放Column的所影 因為我們現在在篩Sample 是在Column篩 所以我們把它放在逗號的右邊 對吧 大家注意一下 當你的矩陣 打完所有的所影值之後 再一個逗點 DROP等於FALSE 代表你在做篩選的時候 不要把它的Dimension給DROP掉 這什麼意思呢 我來給大家示範一下 現在X Array 你現在的Y Array 它的Dimension 是不是1,1000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然後我現在把我的DWI Array Dimension 1到10 它的Dimension為什麼變成NUN了 因為啊 你現在仔細看它的長相 它現在是不是變成了一個向量 它本來是一個Matrix喔 它本來是一個Matrix 當我 把它鎖引了之後 它就變成一個數值了對吧 為什麼出這個問題了 因為它E這個維度是不重要的啊 對不對 E這個維度不重要嘛 可以接受吧 那我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咧 我在這裡打下DROP 等於FALSE 它是不是那個維度看起來又出現了 對吧 我再給它看Class 它就還是一個Matrix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然後啊 注意一下是 你做完索引之後 MxNet的Input 就是你Data的Input 必須是一個特殊的物件格式 叫做MxNDArray 所以你需要用這個函數把它包起來 然後變成Data 然後你把這個Data輸出出去 好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這個MyIteratorCore 這個函數有沒有人看不懂 來喔 我剛剛解釋應該蠻詳細的吧 Return什麼東西咧 Return Reset 這個函數 ReturnEthernext 這個函數 ReturnValue 這個函數 ReturnBatchSize Return ReturnBatch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欸 下面這裡完全不用改喔 你都不用改 好 如果你希望這個 這裡是不是有個參數 叫BenchSize 對吧 可以接受嗎 如果你想要更多的參數 你就再函數 函數往後加 然後你把它放在Value這裡改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這個函數結構非常簡單嘛 它要改的地方只有Value 的部分 這樣可以接受吧 然後 真的要加參數 你在這裡加 好 我們到此為止 這個部分我講非常詳細啊 有沒有人有問題啦 這邊大家一定要全部都要會喔 不然你以後什麼都不用做啦 阿王建仁 有沒有問題 我再看一下 你再看一下 可是我要跳過了 講出你的問題是什麼啊 阿不然那個 陳華如 來 睡戲的 這樣你寫也寫得出來嗎 等一下我們看 等一下我們接受一下挑戰 練習題當然會有啦 好不好 好 這樣可以吧 我們就不特別問啦 欸 你這樣知道這樣的結構 Iterator的結構就是這樣 好 那當你有了這個Iterator的結構之後 我跟大家講喔 請你 這個時候 MxNet還不能用這個函數 我們要把這個函數是R元的函數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吧 因為你現在都在R元裡面寫啊 可是我跟大家講 MxNet是一個C語言的一個套件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R元的函數 改成C語言的物件 我們不用寫C語言啦 我們要用R語言下C語言的指令 但是我們需要產生一個C語言的物件 這樣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我們怎麼產生咧 來 在這裡 好 Iterator 來 你再產生一個MyIterator function 本來是MyIteratorCore對吧 改成MyIterator function 然後setReferenceClass 這就是C語言 我要設C語言的物件格式了 然後這是我的物件屬性 叫CustomerIterator 那這個CustomIterator 這個名稱它是可以改的喔 它是可以改的 但是要唯一 名稱要唯一 我這邊舉個例子 假設你的函數裡面 同時有兩個Iterator 假設你要產生Data的時候 你現在產生Data的時候 可能都只有用一個啊 對不對 假設你產生Data的 Iterator有兩個的時候 你這個名字要不一樣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這一個物件屬性要唯一 好 那接著在這裡 Feel的這裡啊 這裡是等於是 你告訴我說 你這個C語言的函數 裡面有哪些input 必須有兩個input 一個是Iter Iter Iter是不可以改掉的 這個 就是不可以改掉的物件名稱 這樣可以吧 還有這個batch size 就跟前面這裡是連動的 這裡的參數如果還有abc的話 請你在這裡繼續加abc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 那在這裡 設定物件屬性的時候 一定要是rcpp- 這個一個字都不能改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為什麼 因為這就是mxnet 它c元的格式 這樣可以吧 它的物件屬性就是它了 好 接著 math list 下面這裡 下面這裡 一個字都不用 都不用改喔 需要改的只有在這裡 來 initialize initialize 它又是一個r的function 對吧 它function裡面啊 需要加入 前面這邊有Iter 和bench size 這裡就要有 Iter跟bench size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這兩個要連動 這兩個連動 然後 Iter以外的這個 要跟上面連動 這樣可以吧 我覺得我講的應該是蠻清楚的吧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 然後咧 因為它這裡有bench size 這個函數對吧 所以它在下面 這個參數 它在下面就可以用 myiter core 這個函數 因為myiter core 它是輸入bench size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吧 然後 所有 來我highlight到的地方 才要改喔 這裡 這裡要改 前面都不用改喔 前面都不用改 這樣可以吧 這裡要改 這裡要改 還有 這裡要改 然後這裡 大部分的時候不用改 很偶爾的時候要改 這樣可以吧 好這樣子的話 我的data產生器就寫完了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我們現在 這個 來試用一下 這個data產生器的效果 好不好 好大家注意一下喔 我們現在開始寫語法的時候 我們要學習 我們以前寫r語言的時候 我們的語法寫完就丟了嘛 對不對 這個叫做 因為我們的r語言是一個 就是 即使你按下去 就可以產生結果的 這種 互動式的交談式的語言 這樣懂意思嗎 但是你現在做深度學習的時候 你必須把r語言改成腳本式的語言 好怎麼樣做腳本式的語言呢 來 首先你在你的project裡面開個資料夾 這個資料夾就叫 就叫 mymodel 好了 我現在是不是在mymodel裡面 這樣可以吧 它是空的 我們把第一個語法 把它儲存成 一顆 好 我們現在全部執行完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函數要怎麼用 好 my ether function 欸這是不是一個 C 元的函數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C 元的函數要怎麼用好不好 來 首先 ETH 的部分一定是輸入 NUN 這部分不能輸入其他的值 這樣懂了意思吧 就只能輸入 NUN 那我們 Bench Size 等於 20 好我們這樣子下來之後 這一個買 ETH 現在看起來還看不出什麼效果 我們直接把它 ENTER 欸他找不到什麼東西好奇怪啊好不好 來我們來接著我們來用 他這個東西要怎麼用咧 首先 你需要先 RESET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函數對吧 這是一個 C 元的物件對吧 所以你看前號的時候 他是不是出來了好多參數 而且有好多甚至是你根本就沒有設的 什麼叫 NUMBER OF PAD 這些東西你根本就不知道是什麼對不對 你根本就沒有設啊 你根本沒有寫到這東西 所以這就是 C 元 Default 物件 好 其中 RESET 我是有設的對不對 RESET 括號 這樣子按下去之後 我按一下 ENTER 他就 RESET 了 你現在看不到效果 你現在看不到 但是我們現在來看一下他的 Batch 喔 他沒有回 Batch 好 我們 RESET 反正我們 大家只要知道 我的 Iterator Function 產生出來這個物件 他在剛開始用的時候 一定要先下 RESET 這個函數 這樣可以吧 reset這個指令下完了以後 我們接著要跳到下一個 Batch 好 跳到下一個 Batch 如果可以的話他就會寫 True 那如果你一直 你一直這樣子 一直 ENTER 一直 ENTER 好 我寫個 4 回圈去讓他 好 I 從 1 到 100 好 這樣他就做了 100 次了嘛 對不對 我們現在再按一次 他就會說 False 為什麼 因為他超過了 他超過了這個 我只能做 50 次 因為我 Batch 再設 20 嘛 對不對 那 1000 除以 20 是 50 對吧 所以超過 50 次他就會回答 False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不過 如果這個東西 回答 False 還沒有那麼 我們再重新 RESET 了一次 然後我們再一次 NEXT 好 我們按下 NEXT之後 然後接著 買 ETER VALUE 這個函數 你看他產生了什麼 他是不是產生了 一筆 前20筆資料 Data 跟 Label 相對應的 這個 Data 跟 Label 相對應的這個 就是 就是 資料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們注意喔 這一筆資料實際上就是我的 好 是不是完全一樣 完全一樣喔 因為這現在是 Bench 等於 1 嘛 reset 完之後 Bench 等於 1 嘛 對不對 好 接著 我要怎麼 指令要下一個 下一個咧 我來 再 NEXT 一次 他是不是又回答 True 這樣可以接受吧 我們再看一次 Value 欸 這是不是就是 第21筆到第40筆 不然我們來看一下 欸 完全一樣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所以這個 我們現在就不測試了 但是你知道 最後我們寫了這麼多行 最後我們就是要產生 MyEther 這個疊代器 我們現在把它叫疊代器 這樣可以接受吧 欸 這一個疊代器 負責處理 Data 部分 這疊代器負責處理 Data 部分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那接著 下一步 我們就要來定義 我們的 Model Architecture 這樣可以吧 好 我們先把它儲存起來喔 儲存起來 好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好 下一個部分我們先開一個新的語法 它叫 我們先把它儲存 它叫 Arch.r 然後就 Architecture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它意思是什麼喔 好 大家現在啊 要有一個概念 就是 我們的 我們要有能力啊 你腦袋裡面至少要有人幫他想像 我們要有能力把這個物件的這個 就是 把這個 Model Architecture 畫出來 怎麼畫出來呢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喔 來 我們現在說現新回歸嘛 對不對 現新回歸的 Input 是什麼 是不是 Data 好 這個 Data 的格式是什麼 是 2 乘以20 對吧 可以接受吧 2乘以20喔 這個 Data 的格式是這樣喔 對不對 好 這個 它其實在 你如果 你如果 對那個就是 就是我們的那個 前面的那些數學推調夠理解的話 它現在是不是就是一個 它現在需要 它是不是就是 現新回歸是不是就是 大 x 乘以大 b 就是這樣的一個矩陣相成 對吧 我們之前把它叫 L 房間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 Data 它需要跟什麼東西 結合 產生預測值 它是不是需要跟一個東西叫 Wait 這樣可以接受吧 它要跟 Wait 相成嘛對不對 這 Wait 的格式是多少 這 Wait 的格式 這已經是 2 乘以1 這樣可以接受吧 因為要跟它 要 2 進 1 出 2 進 1 出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同時還需要什麼東西 同時還需要一個叫 Bias 的 這個 Bias 啊 就是我們的結局 我們把它叫結局 這樣可以吧 在這裡的結局是多少 結局就是 1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啊 我只需要一個結局嘛 你如果對我現在的描述有點困難的話 你只要想說兩個變相的 復回歸 多元復回歸 有幾個 Beta Beta 0, Beta 1, Beta 2 啊 對不對 Beta 0 就是 Bias Beta 1, Beta 2 就是 Wait 這樣可以接受吧 我們把它結合在一起 我們通常叫這個叫 Fc 等一下要跟大家講 Fc 是什麼 把這三個結合在一起之後輸出 那我是不是就是 Linear 的值了 這個輸出是什麼咧 1乘20 可以接受嗎 可以接受啊 好 接著輸出1乘20的時候 我繼續畫黑板喔 黑板到這裡 畫到這裡 我需要一個 Loss 這是我的 Cost Function 我的這個 Cost Function Loss 是誰跟誰的組合咧 Label Label 是 1乘20 對吧 因為這個是 1乘20 這個也是 1乘20 我才有辦法 用 Cost Function 把它兩個組合起來 最後產生一個 Loss 這個 Loss 就是 1乘1 這樣可以吧 那我要做 T2 下降法的時候 你就要腦袋裡面 現金回歸你就要有這個概念 我腦 我現在 總共有這麼多東西在運行 我剛剛 Iterator 給了什麼咧 給了這個 跟這個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我們這一個 到 Loss 為止的 這一個函數 這一個模型結構 方面 Set 它的 Input 其實就是 Label 加 Data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中間 Wait 這是要求的對不對 這兩次要求的 然後這個是一個運算單元 這樣可以接受吧 然後這個也是一個運算單元 好 這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把它組合起來 這個 FC 它的全名叫做 Fully Connected Fully Connected 好 這樣可以接受吧 Fully Connected 我們來看我們的指令怎麼下 你的 Input Data 分別是 Input MxNet的 Input 開頭 你需要用 Mx 這個 Symbol 點 Variable 這樣的一個 函數去命名 去開頭 去開頭 它的 Names 就要開 你的這個 Data 需要完全等於 你前面的這一個名字 完全等於喔 不能不一樣喔 這一個名字要等於它 好 那 Label 呢 需要等於它 好 所以你其實也可以放 Data 1 Data 2 然後 跟 Label 1 Label 2 對不對 以後你的式子複雜起來之後 你要腦袋裡面有辦法想出這個樣子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接著咧 你有了 Data 以後 你是不是還需要 Wait 跟 Bias 你還需要 Wait 跟 Bias 對不對 好 Wait 跟 Bias 我就一樣 因為這四個 這四個都是 這四個都是我要輸入的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吧 沒有這些數字 這兩個現在當然是隨機值 對不對 而且我就是要更新它 這樣可以接受吧 但是我總是要 讓程式知道說 這兩個也是 Input 對不對 所以我這個函數 是不是總共有四個 Input 這樣看出來吧 這個語法總共有四個 Input 分別叫 Data Data Label Wait 跟 Bias 然後 Data Wait 跟 Bias 要在 FC 裡面組合 Fully Connected 裡面組合 對吧 然後產生一個輸出 來這裡要怎麼結合 MX Symbol Fully Connected 然後 Data 等於 Data Wait 等於 Weight Bias 等於 Bias 然後呢 Number of Heighten 等於 E 為什麼我要設置 E 因為 我現在沒有指定它的形狀 對不對 我還沒有指定它的形狀之前 我要告訴他說 它的 Output 是幾圍 對不對 它的 Input 幾圍 這個可以從 Data 裡面知道 可是 Output 幾圍 這個你總要告訴我 對不對 Output 一圍 所以我在 Number of Heighten 這邊就是 E 然後我這邊給它一些 No Bias 等於 False 因為我都給它 Bias 了 它當然就是要有 Bias 對不對 這只是一個指令 有時候你要相乘的時候 往下的時候 你可以不要 Bias 這一項 有時候你可以不要 Bias 這一項 這樣做什麼意思啊 好 然後接著呢 Names 等於 Predict Y 這個 Name 比較沒有那麼重要 你要下名字不下名字都可以 這樣可以 好 然後接著 這樣子一個 Predict Y 是不是在這裡等著我 等著我跟 Loss 結合 在這裡 Predict Y 這樣可以吧 這個東西等著我跟 Loss 結合 跟 Label 結合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那我們接著下面寫 所以上面這裡 上面這一個 這一個部分 它是不是就是先進回歸 它是先進回歸 它就是我們的 Predict Function Prediction Function 這樣可以接受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下面 來 我們可以用這個函數 來確認一下目前的維度 好 我們要看一下 Inverse Shape 就是我們要對 Shape Data 形狀做一個推理 我們想看看 Predict Y 現在的維度是不是跟我想的一樣 我們假設輸入一個 2 乘以 20 的資料 它輸出告訴我們說 它的 Output Shape 就是 1 乘以 20 是不是跟我們想的一樣 所以我們就可以繼續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這個函數是拿來確認的喔 你平常不需要每下一行指令就跑 就問它一次 這樣可以嗎 這個是可以確認的 好 接著我們要怎麼定義損失函數 來 損失函數是殘差平方核嘛 對不對 所以首先 我要先把 Predict Y 跟 Label 兩個做相減 這樣可以接受吧 怎麼相減呢 來這裡 MX Symbol 點 這一個 Minus 嘛 對不對 Minus 就相減 那我把 Label 跟 Predict Y 把它結合在一起 所以這個 Cost Function 它的開頭是一個相減 這樣可以接受嗎 減完之後 我們把這東西叫 Residue 好 接著 殘差 殘差還要先平方嘛 對不對 好 怎麼平方呢 Residue 丟給 Square 變成 Square Residue 這樣可以接受吧 看得懂我在做什麼嗎 好 平方之後還要和嘛 對不對 平方和嘛 來 那和跟平均意思是一樣的 這個應該可以接受吧 殘差平均和 殘差 殘差平方 殘差平方平均 這個也可以嘛 對不對 好 所以我這邊用 Min 我把 Square Residue 把它的這個東西把它 Min起來 後面有一個參數非常特別 他說 AXIS等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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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什麼意思呢 來跟大家講一下 在 MXNet 裡面 我們現在的資料格式是 1乘20 這樣可以接受吧 我們現在指令喔 20這個維度 是0 1這個維度是1 也就是說你要下指令的時候 你要告訴他說 哪一個維度的時候 你要對哪個維度平均的時候 你要下指令是D0個 D0個軸 那我跟大家講為什麼 這個D0跟1 這個它怎麼編碼的好不好 在 MXNet 裡面 C元的編碼方式跟R元相反 有相反的是 R元是從前面開來編 比如說 在R元裡面 如果你有一個1乘20的矩陣 它是第一個維度 第二個維度 對吧 它是這樣往後的 並且從1開始 好 在 MXNet 的C元 它是由後往前的 並且從0開始 好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說 它的Bench 它的那個 Nunlock Sample 永遠都在0這個軸 這樣可以接受吧 Nunlock Sample 永遠都在0這個軸 好 如果你可以接受的話 我們在這一行 我們來仔細看一下 它是不是 到了 首先 1乘20的部分 先相減 這個維度沒有損失 相減維度不損失 平方維度也不損失 平方完 我要平均的時候 我要對20 在一個地方平均 我不是要平均這個 我是要平均這個軸 這樣懂我意思嗎 平均起來之後 是不是變1乘1了 到了 Mean Square Residual 的時候 是不是1乘1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1乘1了之後 我們再把它 Make Loss 這個Make Loss 是要告訴阿源 說 到此為止了 這個就是我們的Loss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就是我們的損失了 好 最後我們產生一個叫 MSE Loss 我們可以用這個函數 確認當前的維度 1 這就是答案 對不對 1就是我們要的 我們來看喔 在這裡的時候 它還是1乘20喔 它是命完了以後 才變成1的喔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那我們故意改個程式 我們這個軸如果用1的話 它就是對 這個 這個維度平均 對不對 這個維度平均等於沒有1 對不對 最後還是20 我們來試試看 好 20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這裡指定要下對喔 這裡一定要下0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那我們再把這箱註解掉 好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 你Arctitio這裡 看起來好像很複雜 對不對 實際上如果你是要做回 你的輸出是線性輸出的話 你的輸出假設是線性輸出 在這裡 你是不需要改的 你以後只要抄我的函數就好了 這就是 那個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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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殘差平方核的 損失函數的標準寫法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裡以後是不用改的喔 這裡以後一個字都不用改喔 你只要保證 你的label跟你的predict y 你predict y以後可能會比較複雜 但你只要保證這兩個的shape 是完全一致的 它就可以walk了 好那接著 你這個寫完之後 欸這個 我們就選一個 我們就選一個opminer好了 我們最後要選這一個嘛 對不對 我們有了 我們就要選sgd跟adden其中一個 其實還有其他優化方式啦 可是我們就直接選sgd好不好 這樣比較快 好所以 Iterator這個語法 最後給我了一個買iter的物件對吧 然後 Arctitio這個語法 它給了我兩個最重要的物件 是predict y 跟mse loss 這兩個物件非常重要 predict y 就是predition function的output 對不對可以接受吧 那 那個 mse loss呢 就是那個 loss的output 對不對 好接著 我們再開一個語法 這個語法 我通常把它存成opt opminer 然後把opminer等於這個我選sgd 那 learning rate0.05 慣性動量0.9 wd是什麼咧 l2正則化的參數 也可以叫權重衰減對不對 weight decay 所以是wd 這樣可以接受吧 我現在設0 就代表我不要正則化 好 接著 你如果這些語法都寫好了之後 請你最後再寫一個run這個語法 run這個語法 在執行前 我們要先執行iterator 再執行 architecture 再執行opt 好你可以把這三行 全部複製到run這裡來 好他的開頭就是需要這三行 這樣懂我意思吧 他的開頭就需要這三行哦 好所以我只要一清空 我到時候按下sauce的時候 他就全部都讀進來了 這樣知道吧 好接著 我們就可以來設定 開始 開始執行 好我們 我們要用的函數是mxmodel feedforward create create 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 他輸入 這個有一個mxzc的0 這是什麼意思 設計隨機數 設計隨機數的種子 為什麼要設計隨機數 因為我們現在還沒有指定weight 跟file數 他的起始值對吧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這個函數裡面鐵定會 隨機指定起始值 那起始值不同答案就非常有可能 不同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你為了要保證你的答案是可重複的 你這邊需要設定這個weight 就是這個 就是sensi的0 這裡 保證他的答案可重複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接著 我們需要輸入哪些東西 來 mse loss 這個 這個參數 需要下mseloss 就是你的loss 這個函數是萬用的喔 這個函數是萬用的喔 就是 你只要前面三個語法 根據我的寫法 這個函數就可以吃任何格式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這邊需要填你的loss function的output 這裡咧 x x就是你的data 對不對 需要填入你的myiter 所以我寫了半天 那個iterator 為什麼我要寫那麼複雜 主要就是我要用這個函數 這樣可以吧 好然後接著呢 opminer 就是myopminer 這個myopminer就在這裡 非常簡單的產生了 這樣可以接受喔 好然後接著 arraybench size 這裡20 這個20啊 其實我iterator這裡 就已經決定了對不對 這個20 只是要提醒他說 欸其實我在這裡 已經設好20了 這樣可以吧 好然後接著 ctx-mx-cpu 如果你 等一下 你可以把CPU給GPU 你就這樣打就好了 因為我現在在server裡面 我們server裡面 本來就可以叫GPU了 這樣都有意思嗎 可是你在電腦 你的桌機 就是你如果用自己的電腦跑 你是不可以叫GPU的 因為你根本沒有GPU給他用 這樣可以吧 好 好 Number of Run的人 10 我們現在來Run看看 Source 好他跑完了 跑完了 我們來看LR model裡面有什麼 這個LR model 它是不是有一些權重 跟一個BIOS 這個權重分別是0.63 1.3 跟-3.3 我們來看一下 當初產生數據的時候 0.7 1.3 3.1 幾乎是一模一樣的對不對 只是因為我後面有一些隨機值 所以說他的答案不一樣 所以 用MxNet做線性回歸 這整個流程 你是不是就了解了 好 你如果跟這個LM函數相比 好答案會有一點不一樣 為什麼會有一點不一樣 因為你每次在更新權重的時候 你是用minibatch 對不對 他本來就會有一些浮動 對不對 但是整體來講是差不多的 好所以 我們現在 反正到此為止 大家應該都可以接受我們求的值 不完全等於之前統計求的值 對不對 我們要的只是近四值 對吧 好 我們現在這就是完整的做完一個限定回歸 需要了解的事情 跟需要coding的函數 這樣懂我意思嗎 我覺得我講應該算很清楚 有沒有人不清楚的 好沒有人敢講 我們來evaluate一下好不好 來 下一頁練習題 欸 喔還沒有練習題喔 好那我們再看個更新版 剛剛我按下RUN的時候 我剛剛按下RUN的時候 是不是完全沒有information 他就執行中執行中 我根本不知道他跑到什麼程度 對不對 我們來給他 讓他有一些information好了 這裡有一個 如果我們加上這兩行 好這裡就是指定一個 指定一個評估的這個 就是指定一個輸出指標 因為我們的LOSS就是一個值嘛 對不對 這個LOSS的名字叫MSELOSS 這個LOSS 這個東西不用改喔 這裡不用改 因為我們現在輸入的是LOSS 所以那個LOSS 我就直接把它輸出就好了 所以我請他直接把PREDICT這個值給它輸出出來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然後接著買LOG 買LOG是為了要保存 我每一個EPOKE 他的 他的LOSS現在是多少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我這兩個寫完之後啊 我把這兩個東西把它寫進 把它加上這裡 好這樣子的話 我就可以 我的評估指標是使用這個函數產生的 評估指標是使用這個函數產生 然後我的Callback呢 每一次我就保存一個LOG 然後啊最後我的買LOG 買LOG去記錄他的LOG 那個就是結果 好我們再按一次Source 欸他是不是有 他是不是一路這樣往下 對不對 好我們打開買LOG 他是不是儲存了10代的這個LOSS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你既然他可以儲存的話 你就可以用Plot這個函數 把買LOG 我們的 每一個EPOKE的LOSS的軌跡 把它畫出來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後面這一個 小部分 沒有那麼重要好不好 我們現在來學一下 來請你試著用 MXNET做出邏輯思回歸 你需要怎麼做咧 首先你需要把DATA換掉嘛 X跟Y需要換掉 所以這裡請你直接複製貼上 好複製到這裡 這樣你要覆蓋掉 這樣可以接受吧 你要覆蓋掉 好你覆蓋掉了以後 你就知道 欸 我的Iterator是不是有可能要改 可是他的DATA形狀好像是一樣的 所以可能是不用改 這樣懂我意思嗎 欸可是你的 Iterator的鐵定是要改的 Iterator這邊是線性回歸嘛 對不對 那線性回歸 我現在出來這邊是線性嘛 我需要給他進行邏輯思回歸轉換 對不對 那轉換完了以後 我是不是還要給他寫一個自己的損失函數 邏輯思回歸的損失函數是什麼 是Cross Entropy 對不對 Cross Entropy要怎麼寫 來我們先把一定會需要用到的函數 把它寫在黑板上 讓你知道 好就是 如果你現在不知道 假設說 取LOG 取LOG是什麼函數好了 就你 因為 你現在可能知道 那個Cross Entropy裡面有LOG嘛 對不對 你根本不知道取LOG是什麼啊 對不對 所以你要怎麼找咧 來你可以用 你可以在 這裡用打下 mx sym bol 點 這裡是不是有一大堆 好你稍微找一下你就會看到LOG LOG就在這裡嘛 所以取LOG就在這裡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就是取LOG的函數 那 那個sigmoid函數 就是logistic regression 它最後不是要做一個S型函數轉換嗎 對不對 那個函數在哪咧 那個函數就在這裡 Sigmoid 就是Sigmoid S型函數轉換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這樣可以啦 如果你要把線性回歸的結果做輸出的話 請你用S型函數轉換 好所以你們現在 你們現在一定要想辦法做出練習 練習應該不是那麼難 你們需要做的是把前面的所有過程都run過 並且執行練習 這樣可以吧 那我們給大家15分鐘的時間 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改 其實Iterator這個部分啊 你把它改成這個logistic regression的這個 這個data格式啊 它其實是完全不需要做更動的喔 完全不用更動喔 因為這邊有X1X2嘛對不對 那本來的 本來的X跟Y的形狀 本來就是一模一樣啊 所以它是不用做更動的 好那它唯一要更動的地方哪裡 啊 Teacher這裡 Predict Y之後啊 我還需要把它轉成 一個我現在叫它 Logistic Y好了 等於MX.xyMbolo.sigmoid 我剛剛不是講了嗎 好Data 等於Predict Y 我們如果要查這裡面有什麼函數咧 有什麼參數 這樣是不是就可以看到了 裡面有Data跟Name 你想要給個Name也可以啊 Name等於Logistic Y 好這個Sigmoid轉換之後 它是不是就介於0到1之間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那下面 問題下面我要做殘差平方 我要做Cross Entropy Cross Entropy怎麼樣咧 這個P啊 首先 它是不是有P要先取Log 對啊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我們這邊來 Log P 等於 MX.syMbolo 點Log Log裡面應該也是Data Log裡面也是Data 那我直接把這個P取Log了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LogP完了之後我要做什麼事咧 LogP完了之後 我要做 這個 乘以Y對吧 Y是什麼Label嘛 對吧可以接受吧 Y LogP等於 相乘 相乘怎麼用咧 相乘 四元運算都在這一系列啊好不好 欸這個就是相乘 看到了嗎 它是這個就是 輸出機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 它的 LHS 就兩者相乘嘛 LHS 等於LogP YRHS 等於 Label 這樣我是不是把這個小部分寫完了 這樣可以嗎 好再加上 這兩個對不對 對不對 好那我們先算 1-P嘛 對不對 我們先算1-P Log 1P 等於 mxts 好1-你就直接這樣1-就好啦 這樣非常簡單 你就1-因為1是常數嘛 對不對 你就直接這樣1-就可以了 這樣可以吧 好你需要 1-完了之後接著YLogEP 嘛 但是這裡是不是要1-Label 可以知道嗎 因為前面是1-Y嘛 對不對 好接著就把兩者相加 兩者怎麼相加咧 我們就把這個 這個 上 我們就想上 上 Log好了 mx. 4點 好相加就用 plus plus一樣 LHS LHS跟RHS LHS等於 YLOG YLOGP RHS 等於 好這樣兩者是不是加起來 欸 這樣兩者是不是就相加了 相加以後要做什麼 相加以後要平均嘛 對不對 平均之後還要取負號 平均 平均 平均這裡是不是有 好我們就要 明3Log 好接著要取負號 取負號 我們可以懶 我們懶得做的話 我們就直接把這邊改掉就好了 1- 好這樣夠簡單了吧 0-就取負號嘛 對不對 好 那我們把這邊叫做 CE Loss Cross Entropy Loss 對不對 好這樣可以吧 好啦 我跟你們講一下 這邊有個小注意的地方是 你 LogP 因為P有時候很小很小的時候會變0 對不對 0取Log會出4 所以請你這邊加上很小的數 我通常會在這裡設一個東西叫EPS 等於 1的 10 1乘以10的 -8次方 這樣就是很小的數嘛對不對 好我們把這個數字加到這裡來 這樣幾乎不會影響結果 好幾乎不會影響結果 但是 可以有效保護我們的城市 好現在我這樣打一串 這邊是不是變CE Loss 這樣可以接受嗎 我們就把這個CE Loss 把它放到這裡來 好然後接著呢 把這個MSE改成CE 接著就什麼都不用改 我們按一下Source 這個LR Model 你可以改Logistic Model 好不好我們看一下它的係數 1.8 2.7 0.4對吧 我們來看一下跟答案比一下 欸看起來很接近對吧 好這樣我們就做出邏輯思惟規了 後面答案 Iterator 一個字都沒有改 八九不離十 好在這裡一樣 最終要就是你產生Logistic Prediction 對不對 然後接著做Cross Entropy 你這個東西可以連續寫在裡面喔 先Log Log P 直接乘以Label Log 1-P 再乘以Label 兩個部分 相加起來之後 零減 零減我寫在這裡 然後把它Meg Loss 下面完全不用動 好這樣就可以了好不好 我們來給大家試一下好不好 好那練習的答案就是我剛剛講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接著我們要學什麼東西 好我們剛剛用的那個東西 就是我們剛剛寫了 Iterator Arctr 跟Pobminor 對不對 那我們最後又丟給一個神奇的函數 他幫我們解決了一切 現在我們要把那個神奇的函數拆開啊 要看看他裡面是怎麼寫 那樣子才有助於我們更了解整個神助學習的過程 而且還有一件事情 因為那個神奇的函數 他看起來只能夠吃特定格式的資料對不對 如果我們有辦法可以把全部拆開的話 我們未來改寫的自由度就會更高一點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要怎麼改掉喔 來 首先我們的 如果我們只是要改掉這個函數的話 我們前面 Source前面三個是完全不用改的 一個字都不用改喔 我們直接 我們先把這邊delete掉 我們來想一下 按照我們剛剛的流程 我們最重要的是 是序的毛 我們首先 需要先 隨機的產生 Wate跟Bias的數值 對吧 如果沒有隨機的產生這個數值的話 我們是沒有辦法繼續的 對吧 我們 我們 我們在回想之後 我們在做T2下降法說我們要做什麼 這樣的一個結構被我們指定出來之後 我們第一件事應該是 隨機起始值對吧 那這個隨機起始值有了以後 我們需要一個東西去承載這個隨機起始值 這個隨機起始值 然後 丟DATA 運算 運算就是往前算 對吧 運算就往前算 算完之後咧 再回來 對吧 可以接受嗎 那我們 我們來把這樣的一個流程思考一下 我們把它寫下來喔 第一個 我們要先 我們要先產生一個執行器 執行器 這個產生這個執行器喔 只是說我們要把這樣的一個結構 加上 就是要 它有動可以輸入這三個 這些值 對不對 有動可以輸入這四個值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接下來第二步 起始 隨機起始值嘛 隨機起始這兩個值 這樣可以接受吧 隨機起始值 好接著第三個咧 丟DATA 丟某一個Bench的DATA下來 對不對 然後 往前 往前 算到Loss 回始對不對 往後 回來 得到T度 得到這兩個T度 這樣可以吧 接著更新T度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寫函數的方式 就是照了這幾個步驟寫的啊 好 首先先產生一個執行器 這個執行器 就是用 MX Simple Byte 這個函數 可以寫出執行器 來注意 你的這個符號 你一定是接Loss 接Loss的時候 你要需要告訴它 你的Shape的大小 你的DATA的格式是2x20 這個20 顯然就跟你的Bench Size固定 是連動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接著你的Label 是1x20 然後你用的CTX 是你運算資源 你用CPU來運算 我們現在在算現金回歸啦 因為算得非常快 所以說你用GPU跟CPU意思是一樣的 好不好 之後下一節課你才會感覺到明顯的差別 然後Gradient 你需不需要把它寫出來 需要把它Write出來 你需要把GradientWrite出來 如果你不需要的話 覺得說我只想Predict 我只想Predict 我不想Write 你這邊就寫論 這樣可以吧 等一下我們會教 好接著咧 隨機起始值啦 怎麼隨機產生起始值咧 好 先Set Seed 0 然後咧 MxModelInitiateParameter CeLossInputShapeListData跟Label 這裡是需要改的 這裡是需要等的輸出的 OutputShape不用 然後呢 你用 常態 你用那個均勻分布去抽值 你這樣子抽完之後 你會得到一個 New ARG 它會得到ARGParameter裡面的Write 欸 這裡是不是有Write跟Bias 這樣懂我意思吧 然後還有 AUXParameter AUXParameter 現在暫時我們用不到 暫時有 我們現在有ARGParameter 就是我們的參數 AUXParameter 我們這節課最後會教到它 這樣可以吧 好那 我們現在的執行器 現在執行器裡面有什麼咧 現在執行器 我們現在執行一下 執行一下 現在執行器這是一個C++的物件 什麼都沒有對不對 這個C++物件 我要把它 我要把這樣一個參數把它 upgrade upgrade 來注意 它裡面其實現在是有 ARG Array 它現在都是0 DATA WAIT BIOS 都是0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我把 用這個函數可以把 我的 參數 update 進去裡面 我再做一次 這兩個是不是被我更新進來了 這樣可以接受嗎 更新進來的值是什麼咧 就是我剛剛 隨機產生的這個值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那我更新進去之後 下一步我要做什麼 首先 我要產生一個updater 這個updater 是我啊 我的opminer 我要告訴我的opminer 這個以後我要拿來更新就是這個東西 為什麼 我的opminer 還要產生一個updater來用咧 因為opminer只是指定我的方法 要用FGD 這樣可以吧 updater 那個FGD 是不是常常要存數 我的慣性動量的值 如果存下 如果是ADAN的話 他要存那個 N要存M N就是T2平方核嗎 M就是那個T2的累加嗎 對不對 所以說我需要一個小子物件 叫updater 來儲存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 為什麼他需要WAIT 為什麼他需要WAIT 因為 在做T2下降法的時候 他是不是還有一個WD這個參數 WAIT DECAY這個參數 參數 他需要把那個做正則化把它剪下來 好這樣你會不會發現 我們前面幾節課教的所有東西 這裡都用到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接著 這個updater 產生了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接著我們要做什麼 來 首先 data先reset 對不對 reset wire回圈的意思是 當這裡都是true的時候 我們就做 false的時候就停 所以 我們利用wire回圈這個特性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 好我們現在來做一次好了 我們就做一次 然後我們來過一次 來 myether 我們先看myupdater 這裡面有什麼東西好了 這裡面現在有 好現在現在 這裡面叫不出來是不是好 沒關係 我們現在iterator 這個next之後啊 我們來產生value 這個產生value之後啊 這個東西是不是我們的data 好我們先看一下我們的執行器喔 我們的執行器現在的 這裡面還是沒有data跟label的 現在是沒有的 好當我賽把這個更新進去之後 你有沒有發現用的是同個函數 用的是同個函數喔 把它更新進去之後 欸data是不是進去了 label也進去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然後呢往前 對吧 往前就用forward的這個函數 好看起來沒有任何反應啊 好再往後 好這樣看起來還是沒有任何反應 沒有關係 但T度已經出啦 T度在哪裡欸 T度在這裡 好這是T度 但是data跟label當然就沒有T度啦 好不好因為data跟label是你的input 當然不會有T度啊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然後接著 你當下的權重多少 你當下權重在這裡 wait跟bios在這裡 為什麼要輸入這個當下權重 剛剛已經講過了嗎 因為要做wait decay 這樣可以齁 好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可以產生一個 透過這個updater我們可以產生 update arg 這個是代表下一代的 下一代的這個 wait跟下一代的bios是多少 好那我們再把它更新進去 因為這樣我們才可以 進行下一代的運算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需要update 再把這個update arg把它 更新進去 更新完了之後 我們再看一下當前的參數 欸這是不是新的了 這是新的 那在下一代咧 我們再把data更新進去 data 我們在 接著回旋執行的時候 就會next嘛 然後再產生新的myvalue 好新的myvalue在這裡 我再把它更新進去 再把myvalue更新進去 現在我的 好這又是新的資料了 這樣可以吧 然後一樣 forward backward 然後update arg 得到了以後 再把新的 那個 parameter把它更新進去 好所以透過這個wire回圈 我是不是就可以 我們再做一次喔 透過這個wire回圈 我是不是可以很快的把這些執行完 那執行完他就更新了50次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雖然他沒有寫 但其實已經更新50次了喔 好 這樣子更新50次 通常啊 我們不會 我們不會讓他這樣更新 我們更新50次只是一個epoch 對不對 那我們怎麼樣去 把他這個 把他做100個epoch呢 我們需要 欸用for回圈 把這個wire回圈給包起來 怎麼包咧 來 setc的0 每一次開始的時候 for回圈每一次開始的時候 都要reset 都要reset 對吧 因為不然的話他就 他就不會繼續下去嘛 reset完之後就執行這一堆 好接著咧 接著咧 執行完了之後 我們可以把bench loss啊 把它存下來 現在當前是run 那如果呢 如果到 這裡就是做一些提醒 提醒什麼咧 如果i 除以10 等於 余數是0的話 那就是每10代吧 然後或者i小於10的話 我就看一下當前的loss 是多少 好這個loss啊 他需要在這裡的 把loss把它加起來 好這一個 my iterator 他的 output 就是在這裡 他的output在這裡 欸我是rmse output 好那這裡就要rmse output 因為我剛剛 因為我剛剛這裡的名字 應該是rmse output 就是 我在這裡 ros我這裡沒有改名字 所以他是rmse output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好 你要看一下這裡的名字是什麼啦 好不好 好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來 我們來 這樣子我們來全部執行看看 欸 太不給面子了吧 所以是哪裡出錯了 好I等於1 我看一下 Bench Loss現在長什麼樣子 很正常啊 啊? 警告這邊出錯了 喔! 我這裡不能叫linear predict bias 這裡根本沒有東西啊 他的 參數應該是predic 他的參數應該就叫weight跟bias 好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裡面的東西 你就知道 你要的名字是什麼 是不是weight跟bias 好我們再做sauce一次 好看到呢 他是不是一直一直給我訊息 當前的 Rose是多少 Cross entropy Rose是多少 當前的weight是多少 當前的bias是多少 欸這個 我們的底層執行器 如果你這樣拆開的話 就是有這個好處 這樣懂我意思吧 你已經完全理解 剛剛那個神奇的函數 他在做什麼了嘛 對不對 再重複一次 產生執行器 隨機吸使值 然後勒 那個 設定一個updater 然後接著呢 把這些參數更新進去 對吧 然後執行那個 wire回圈 wire回圈在做什麼 先產生data 用iterator產生data 產生完之後 把data更新進去 forward backward 然後接著更新t2 這樣可以接受吧 欸我們 其實這個 這整個流程 你如果非常清楚 我們前四節課上的部分 你在這裡應該會覺得非常熟悉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寫底層 可以有什麼好處咧 我們可以透過 我們可以透過 mxmodel extra model 把這個model把它抓出來 什麼model呢 我們要抓的這一個 是不是logistic y 在這裡是logistic y 我把它放到這裡來 logistic y 這樣可以嗎 logistic y 然後我們的 執行器 是買 我的執行器 對不對 這樣子我就可以產生一個 logistic model 這個logistic model 裡面有一個 c++物件 這個c++物件 是要告訴我們 是要告訴我們說 這個prediction function 它的function set 長什麼樣子 這樣懂得意思嗎 我們剛剛指定好 那個function set 你看不到那個function set 然後接著 你有缺 你有缺 wait跟bias 這樣以後你有data進來的時候 你才可以輸出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那你有這些資料 之後咧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model 把它save起來 好我現在叫它logistic regression 注意我現在的file 我現在file最外層有沒有logistic regression 沒有對不對 好我把它save起來 好這裡是不是出現logistic regression 然後這邊有兩個檔案 這個檔案是負責去記錄它的結構 我們點開來看看好了 欸 data weight bias進來 先做fully connected 再做sigmoid 所以這就負責記錄它的結構 這樣知道嗎 那這個parameter呢 負責去儲存它的參數 參數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剛剛兩個斜率一個結構 對不對 好那我們怎麼把它讀進來咧 我們現在故意把它清空啊 我們不要清空啦 不要清空好了 好我們把這個model可以再讀回來 讀logistic model 然後iterator等於0 為什麼iteration等於0 這個為什麼要設一個0呢 主要是我們在 我們在訓練model的時候 我們常常需要每一個epoch 都把它存出去一個檔案 存出去一個檔案 那你就可以名字一樣 因為結構是一樣的嘛 因為結構是一樣的嘛 但是這個iteration是不一樣的 好我們把它讀進來之後啊 這個函數就可以直接用predict這個函數 拿來做預測啦 我們可以直接predict剛剛的xarray 然後來看看predict的y跟真實的y 它們之間的差異 好我們做出來cross table 它的長成的這個樣子 好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那如果你可以接受前面的部分的話 我們再來看一下 內建的predict函數 雖然非常方便 可是它能做的事情有限 如果你的data的input 它不只有一個 假如說 以後未來你不只要輸入這個 你不只要輸入這個就是 就是data這個input 你又要輸入影像 又要輸入生化值 那這個predict函數就沒有辦法用 所以你需要了解底層要怎麼做 好底層怎麼做咧 來 首先 假設你已經有model了 你需要先產生一個 all layers 這個all layers 它這個logistic model 它裡面是不是有個C++的物件 在這裡 這個C++的物件可以用getinternals 得到all layers 我們來看一下all layers有什麼 欸裡面什麼都要沒有 在all layers的裡面的outputs data weight bias predict y logistic y 它可以隨便你看你要什麼就找什麼 它是不是裡面的每一層 是不是都有 好 主要說我需要predict y的東西 好這個叫linear predict output 好這樣我就得到了中間層的物件 這樣中間層的輸出 這樣懂的意思吧 我把中間層的輸出 跟我的logistic model最外層的輸出 把這兩個輸出 把它用c這個函數把它合起來 然後這樣group 把它group起來 group起來之後 這group 它裡面同時有兩個輸出 它裡面同時有兩個輸出 這樣可以接受吧 然後 我們把它用simple bind 這是不是產生執行器的標準語法 然後 產生執行器的標準語法 它的input現在只有data 它沒有label對不對 label是cost function的部分 我們現在沒有用到那個部分 所以我們data就是2X1000 然後ctx我們用的 運算資源是mxcpu 這是我們的predict的 那個 就是執行器 好 接著呢 update進它的 執行器有了之後 先把 ARG parameter update進去 再把AUX update進去 再把data 那個update進去 update data之前 你需要把東西改list格式 list格式裡面 把data把它input進去 然後需要把它轉成mxndarray 轉進去了以後 接著你就可以用 forward 你就可以前執行 你剛剛在前的時候 你都看不到結果 對不對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前執行 好 你得到結果了 我們來看一下在哪裡 這個執行器裡面的reference output 它是不是有兩個output 第一個output是logisticyoutput 第二個output是predictyoutput 這樣可以接受吧 你要找出任何一個 你就 這裡面referenceoutput 它是不是有兩個 兩個可以選 這樣可以吧 這樣可以接受 好 那我們把linearpredictor 跟logisticpredictor把它抓出來 好 他的名字應該是predictyoutput 跟logisticyoutput 好 我們來看一下結果 好 結果跟剛剛一模一樣 所以這樣知道底層執行器 要怎麼寫了吧 好 如果你已經非常熟悉 我剛剛講話了 我們請大家 把剛剛的過程弄一弄 然後我們這次要 再給一個挑戰 剛剛我們已經會做linear regression 也會做logistic regression 我們要試著做softmax regression softmax regression 我上級的是不是教過 多類別預測嗎 多類別預測 他的資料格式 首先你需要改成這個樣子 好 首先你需要把資料格式改成這個樣子 你現在有trainxarray 跟trainyarray 好 他改成這個樣子了 改成這個樣子了以後 你用trainxarray 跟trainyarray 產生一個softmax 這個 softmax的architecture 就是softmax regression的architecture 然後 你的output cost function 需要用mlogloss 對不對 剩下所有東西 你都可以照抄 好不好 我們給大家20分鐘的時間 稍微改一下 好 這一題 因為資料的格式改了 對吧 所以說我們鐵定是要做一些相對應的調整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們要怎麼做相對應的調整呢 在iterator這裡 本來是x跟y xarray跟yarray 我們現在把它改了 改成是trainxarray 跟trainyarray 這樣可以接受嗎 trainxarray跟trainyarray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在這裡 把這個 本來是 本來我們要問他說 這個 per epoch是多少的話 我們要改成 欸 ncol 欸 number of column trainingarray的number of column 這樣可以接受吧 然後接著 把 所有跟xarray有關的東西 通通都改成 trainxarray 這樣可以接受吧 然後 把 跟yarray有關的東西 通通改成trainyarray 好我們要怎麼確定 我們的iterator寫的是正確的 請你source了以後 買iter這裡 一樣先reset 然後再 iter next 好然後再 value 欸 產生了data 對不對 這是我們要的data 是 所以這樣就是 在iterator的部分 你已經改好了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那接著的部分 arch teacher的部分 我們顯然要從 logistic regression 改成saltmax 對吧 好我們要怎麼改叻 這裡我就直接用抄的啦 好不好 好來這裡 本來是 predict y 對不對 改成 linear predict y 注意啊在這裡 我就 我沒有 注意在這裡我們做了一個變化 我們在這裡沒有填 weight跟bias 對不對 其實是這個樣子 是 他其實 你不填的話他就會自動幫你產生 因為反正那個地方填定要有weight跟bias 對不對 只是名字你就不能自己指定 名字你就要看他給你什麼名字 他的名字通常就是你在這一格給的名字 他就是linear predict 就是linear predict 底線weight跟linear predict 底線bias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linear predict 跟saltmax predict 來 linear predict 完了之後他的 number pattern是3 所以他的輸出是什麼 來 回到這一張圖喔 他的input是4x20對吧 可以接受吧 他的weight是多少 4x3喔 為什麼 因為他輸出到3個 這樣才可以做saltmax 這樣可以接受嗎 可以齁 好那bias是多少 3 可以接受齁 好那接著呢 這個fc 4x3跟4x20 輸出的結果是多少 3x20 這樣可以接受吧 然後saltmax是對哪個軸 0 1 可以接受嗎 對第一個軸做saltmax 可以嗎 可以嗎 欸張家晴你的臉色很凌重 到底可不可以 可以嗎 你知道我要對第一個軸做saltmax嗎 可以 ok 所以我saltmax layer 這裡 我是對linear predict 做第一個軸的saltmax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接著mlogloss怎麼寫 mlogloss超簡單的 來 把這裡全部去掉 來 eps 這個就是一個很小的數字對不對 來 先取log saltmax layer加eps 取log之後 再乘上label 再平均 然後再0- 好這樣就是mlogloss mlog 然後mlog 給他maxloss 這樣阿都知道這裡是log loss了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那你接著 你這裡更新完了之後 欸你注意一件事喔 這個mlogloss 你在run這裡 你可以直接把 他 更新過來 這樣可以吧 欸因為 現在的執行器 我不要用closs了 我改要mlogloss了對不對 好那他的data input呢 4x20 label呢 3x20 這可以接受嗎 這邊為止大家都可以接受嗎 如果都可以接受的話 那在這裡一樣阿 更新參數的時候一樣 4x20 3x20 通常我們在執行的時候 我們可以一邊執行一邊看啦 好不好 好到了這裡為止以後 欸就update進去了嘛 這個不用改對不對 好updater也不用改 然後接著 欸我們 這裡 我們在這裡 我們輸出的結果 這邊把他刪掉好了 因為這裡 這裡需要改 但是我懶得改了 所以我們就直接把他刪掉 不給面子了吧 欸欸 太不給面子了吧 好 i等於1 喔在這裡 這個reference output這裡阿 這裡我現在他輸出的loss 是mlogloss output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我把這邊改 mlogloss output這樣就可以了 好接著我們按下run 好這樣就訓練完了 訓練完了 我要怎麼做預測叻 我是不是要把model給他 提取出來 怎麼提取出來 這裡 arch teacher這裡改成 softmax layer 好然後 這樣我就可以 我們把logistic model改成 softmax model 好這樣子的話 我是不是就提取出來 這個提取出來 你看這裡是不是有一組參數 4乘以3 跟3乘以1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然後接著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東西 我們直接用 我看一下我是用 我是我是用這個 底層執行器預測還是 喔我直接做預測 我們就直接做預測好了 因為大部分的狀況下至少 我們如果沒有接受 multiple input的話 我們都不需要用底層執行器 來做預測這樣懂有意思嗎 好我們直接把softmax做predict predict什麼勒 我們跟 我們跟textxarray來做predict predict之後 來這個predicty 是不是就是 欸不同的機率 好然後來 max column y 這樣子我們可以得到 欸這一個 就是我的預測值 然後這textyarray 對不對 好 欸準吧 我們的softmax regression 還蠻準的 對不對 好所以這就是我們的答案 好我再給大家五分鐘的時間 稍微run一下這整個流程 好不好 就是根據我剛剛的邏輯喔 一步這樣下來好不好 好我們現在比較困難的部分已經過了啦 因為你對mxnet整個 欸不好意思通過接個電話 好那我們現在比較困難的部分已經解決啦 那解決的部分 接下來 我們data部分就不用搞了 因為其實你們剛才是在了解整個mxnet的架構 我們下一步就是 那我們現在 要做多層感知機 要怎麼做 欸這其實非常簡單啊 就是 這個多層感知機 是不是這個fc之後 往後 往 要露出來 多加點東西 這是不是就是多層感知機 對吧 你現在那個fc 這個東西 完全等同於 我們前面的那個l function 對吧可以接受吧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做多層感知機喔 來非常簡單 來你fully connected了之後 看著喔我在Arctitial這裡喔 我fully connected了之後 先把data丟進來 data丟進來做 變成fc1 中間的隱藏層的神經元數目是10 這樣可以接受嗎 10乘10個神經元 那10個神經元 接著咧 他一定要做非線性轉換嘛對不對 非線性轉換我們用這個函數 然後他的轉換方式是relu 所以就是小0的把它變0嘛對不對 好變relu1 relu1再丟進fully connected 然後output3 output3 代表的意思就是 我現在要跟輸出囉 這是不是跟剛剛的linear output是一樣的 可以接受吧 好 接著fc2呢 再過salt max 就變成了 就收尾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欸你有沒有發現 當你學會mxnet 這樣的一個系統之後 前面學起來是 蠻複雜的 但是你要把 這個salt max regression 要擴展到 多層感知機 是不是就蠻簡單的 好你這樣 我們這樣寫下來之後 我按儲存之後 我直接按run 就可以run了喔 我們試試看好不好 欸他就run完了喔 很簡單吧對不對 所以說 欸這個 這個 欸就是 要mxnet 他好學 他以後如果我們好好學會 他的基本架構之後 以後我們要改 我們要把我們的這個 神經網路變得比較複雜 我們就只需要改 arch teacher 的部分了 對不對 啊當然就是你要 很清楚你的資料結構長什麼樣子 我們下一節課會教影像啊 到時候會再教大家會再 學習一下對不對 好然後在這裡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很好的 去這個做一些擴展 好這樣子 兩層一層的這個網路 你會做了以後啊 這邊我們就不看了 我們就是直接執行 好這些我們會做了以後 而我們這裡啊 把一大包 我們現在把這一大串 就是我們 Iterator這一大串 我們把它 包成一個大函數 這個函數就相當於是 剛剛那個 最前面教那個神奇的函數 mx created feed forward 那個函數 那只是我把它 用我的方式寫下來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我用我的方式寫下來了 有什麼好處 就是你可以自己改 這樣都有意思 而且你也知道這個底層 你也知道這個底層 我是怎麼寫的 好我現在把這一大串語法 那這一大串語法 有什麼好處呢 首先 先給它 它需要一個Iterator 然後跟一個Loss的 C++物件 跟一個Predict的C++物件 它offminer 是不是就是我們的 Iterator Arctature 跟offminer 就是三人數 對不對 好然後它輸出是什麼 它輸出是一個Model 這個Model 這個Model是 用Predict的 因為其實中間的什麼Loss 那些都一點都不重要 對不對 offminer那個也不用輸出 我們只需要把 最後的Model給輸出 這樣就結束了 對吧 可以接受吧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這樣的一個函數 我們要怎麼使用 我們要怎麼使用 好那我們現在啊 就賣MX 我們現在就直接用這個Model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結束了 我們來Source一下 好那接著就有輸出了 好所以之後啊 你剛剛學底層學得這麼辛苦啊 之後麻煩你就用這個函數了 好不好 不過我跟你們講啊 就是還是有好處了 你們等一下 你們之後如果想要改這個函數 你們一定是要會底層的 這樣知道吧 這個函數裡面的每一個元素 你理論上都應該看得懂 我剛剛教的非常詳細啊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你現在 一層的多層感知機會做了 如果你想要加上Dropout 欸其實也非常簡單 你就這樣加 好我們Architecture這裡 我們在FC1之後 我們給他加一個Dropout 那我們再加一個DP1 FC跟這邊接 DP1把它接到這裡來 好這樣子就接好了Dropout 這樣可以接受吧 欸有沒有開始覺得 欸有點像堆積木了 非常簡單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按下Raw 欸你有沒有發現Loss 他比較高 為什麼因為他有Dropout 有Dropout他就比較容易 Loss就會高一點 對不對 因為他不容易擬合 這樣可以吧 好那這個結果怎麼樣 其實沒有那麼重要啦 好不好 好那所以你現在應該發現一件事情啊 欸這個我們 我們現在是不是做起這個 我們現在做起神經網路 如果是Data 是一樣的狀況下 我們改Architecture的部分 真的很像 真的非常簡單 對吧 好我們現在把Architecture改成 如果你現在 我們現在這是一層生的 一個隱藏層 算兩層生 因為他有兩層的 兩層的這個 參數需要優化嘛對不對 如果我想要把它變成這個 就是這個就是 多層的神經網路 容不容易 還蠻容易的對不對 就是不斷的循環 這樣的結構 好來你看 Data進來 FC FC1 再ReLU ReLU丟過來再FC FC2 再丟到ReLU2 ReLU2丟到FC3 FC3丟到ReLU3 ReLU3丟到FC4 只有到最後 我才需要固定維度 三維 然後之後出去 結果完全一模一樣 一點都不用改對不對 好所以 這樣看起來我要訓練一個 四層生的神經網路 應該也不是太難對不對 好我們按下Rock 儲存之後按Rock 欸 糟糕 這個Loss有問題對不對 沒有優化成功對不對 好 來請你 到這裡來 到這裡來 這個就是 做到這個練習體 然後來想一下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好不好 好不好 好啦我想這個 幾乎所有的人啊 欸 就是這個我剛剛有看到啊 就是其實這個答案非常簡單嘛 就是我們如果只要把我們的Op minor 從SGD趕ADAM 那基本上就解決了 為什麼 因為訓練不好的主因 其實並不是程式出錯了 而是我們優化器不夠力 這樣呢 我們遇到T度消失了 這樣可以了解吧 所以大家知道為什麼 好我們就光改這一個 他其實就可以Run了 所以大家都知道為什麼我們前面花這麼多的時間在上那些東西 為什麼 因為你會發現 深度學習的世界是你的程式其實寫對了 也可以執行 那結果很有可能是不好 你也搞不清楚是 你其實如果你的理論基礎不夠的話 你其實搞不太清楚是 你的Data就是不能訓練 還是你 數學上哪裡出問題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吧 所以其實 其實以這題來講 非常的簡單 ADAM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了 好不好 ADAM就可以拿來做 我們之前就已經發現 ADAM這個優化器 拿來做比較深的網路 比SGD優化能力更好一點 對不對 當然 太多層他還是沒有辦法解決 好不好 好我們來看一下 練習3的視覺化證明 這個視覺化證明 這個視覺化證明 我們這邊有一個 完全的全新的這個 這個函數 我們直接把它複製貼上 好我們再重新執行一次 這函數有什麼用呢 這函數可以幫我們把 T度的圖給他畫出來 就是在不同時間節點 他每一層的平均T度 把它畫出來 這樣懂我意思吧 如果你用的是SGD T度 他的T度 幾乎都在 10的-84 附近跑 這樣可以理解吧 所以說這個 這個 T度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不好 好那如果你用深一點的隱藏層 你如果給他用個七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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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如果你用了七層深的神經網路勒 你會很遺憾的發現啊 這個Aden一樣也會爆 Aden也沒有辦法解決七層深的這個 神經網路優化 好這個問題我們很早就發現了嘛對不對 Aden可以小部分的解決T度消失問題 但他並不是萬用解 對吧 我們到第七課的時候才會慢慢接觸到更好解法 這樣可以齁 好這樣大概我想這個 這個部分他其實非常簡單 他都在講這件事情 好我們現在來想一下 這七層深的神經網路 T度啊如果你有注意的話 FC8最大這個沒有問題嘛對不對 欸我們不要這個好了 我們我們用我們用剛剛這個 好三層深的網路我們再做一次 好我們現在觀察這個T度圖 你發現依序大小是多少 來4大於3大於2 2跟3差不多對不對 欸但是1為什麼跟 1的T度跟4差不多對不對 你有沒有覺得哪裡怪怪的 T度不是應該慢慢消失嗎 不是 就是越靠近輸出層 他的T度應該越大對吧 因為每經過一次飛線性轉換的微分 他就會損失一點T度 這樣可以你們聽得懂我在講什麼嗎 應該可以吧 好那為什麼為什麼會有這個現象 有這個現象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啊 如果你仔細看他的T度 W2的T度 跟H有關對不對 那W1的T度 他和X有關 所以這個X如果數值很大 如果數值很大 這個T度就會很大 對吧 可以接受吧 當然啦 這個T度大不見得是好事 重點還是方向對不對啊 或什麼之類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那我們現在來做一個實驗 你發現了什麼 剛剛你發現一件事就是 T度是跟X有關的 所以如果X的分佈改變 X的分佈改變是什麼 舉例來說 我們剛剛的X跟Y 他的單位都是公分對不對 好我問大家一件事 我現在把X 我現在先看一下我們的TrainingX跟TrainingY喔 他長這樣子 好我做了這件事情 我做這件事情是不是只是把 第三個變相跟第四個變相 把它乘一千 這只是做一個單位的轉換嘛 對不對 你們覺得單位的轉換會影響結果嗎 來我們先問一下 來這個 看看你覺得單位的轉換會不會影響結果 好我們我們用舉手的好了 舉手 你們覺得單位的轉換會影響結果 覺得會的舉手 絕對不會的舉手 絕對不會的舉手 欸蔡良漢 你身統幾分啊 好七十一好那不要問你 好那數學系的身統幾分 105我想起來 那這個 你跟 你去跟裡面 李老師講說 那個單位轉換會影響結果 你覺得他能接受嗎 好那不然你講一下為什麼單位轉換會影響結果 那不是很常做那種莫名欣 那種也不是說莫名欣賞要操作啦 你說乘個10 或除個10 這不是很常見的事嗎 老師不是教說這個除個10 這個就是per10 就是per10個單位的結果嘛對不對 對不對 為什麼除個10 乘個1千就有影響 蛤 除了系的 除了系的講一下嘛對不對 你覺得會有影響嗎 你還是覺得會有影響 你講個理由 那為什麼 為什麼 在這裡會影響 我們就講答案啦 我們在這裡的確會影響 為什麼在這裡會影響 他在生統科就不會影響 我們先看 會有什麼影響 我們只做乘一千這件事情喔 我們什麼都沒做 我們只做乘一千這件事 然後我們按下RUN 剛剛是可以RUN的吧 哇靠 太不給面子了吧 太不給面子了吧 因為我用的是ADEN 這個 我應該要用SGD 欸我奇怪了 這裡還是有ADEN啊 那我到底發生什麼事啊 太不給面子了吧 那我乘個 我乘多一點好了啦 我這樣子 這樣子被打臉 你覺得不是很開心 喔要清掉嗎 哎呀我非常的不開心啊 這個怎麼會這個樣子咧 我們來試試看兩層的好了 我真的這樣子覺得 實在是覺得非常難接受 這個 欸總算看起來是爆掉的感覺了 好吧 來跟大家講 為什麼會爆的原因 大家你們應該也沒有蠻清楚的 因為它跟T度有關嘛 對不對 我們怎麼可以允許 你如果把某一個 假如你看有X軸跟Y軸 你把X軸乘一千倍 那不是相當於 我在X的T度要乘一千倍嗎 對不對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這體用屁股看也覺得一定會有問題 對不對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我們鐵定是不能夠這麼做的 好那你現在就知道一件事情啊 欸那為什麼在 統計在做的時候 沒有這個問題 欸因為啊 它的優化方式不是T度下降法 好不好 它的求解方式不是T度下降法 所以它不會有問題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那我們 我們現在 為什麼我教大家講這個東西 就是 你現在要了解你手上的工具 那你就知道說 有時候會出問題 有時候不出問題 它原因是背後的數學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那我們現在來想一下 這樣到底 這樣我們要怎麼解決 如果我們發現數據的分布 會影響我們的結果 我們要怎麼解決 來張家綺想一下 張家綺 很久沒有這樣講話了 怎麼解決 如果數據的分布會影響結果 那你要怎麼辦 搞不好一開始給你資料的時候 就是乘過一千的啊 啊 啊 聽不到 不要那麼害羞嘛 來來來 欸那個 江振景講一下 你講 對啊 欸你們至少講個什麼 取LOG之類有的沒的吧 好啦好啦算了不講了 不聽你們講了 欸 有一個最簡單的做法是取標準化 對不對 欸 數學系的表情特別得意啊 這不來 喔你是說其實是王建仁講出來的 欸建仁不錯啊 好那我們來講 為什麼標準化可以解決這個事情 因為 非常簡單嘛 你現在把你的X軸跟Y軸 都把它標準化 對吧 那我們現在的T度 是不是都是固定幾個標準X 那數據的分布一致的話 它比較不會爆掉 這樣懂的意思吧 因為為什麼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因為我們最開始決定Wait的時候 我們最開始決定Wait的時候 它都是在固定的範圍內 對不對 我們有沒有說 因為它的DATA數值比較大 我就給比較小的位置 那 沒有對不對 所以當一開始這樣一沉下來 它一定過度的加全 單位比較小 因為數值比較大的那些變相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 這樣子這兩邊不協調 T度就容易爆 這樣懂嗎 好所以說 因為我們這裡很難改 因為我們當然是隨機起始值啊 我怎麼可能說 第一個變相 它的單位是 它的單位比較小 我就給它比較小的隨機值 單位比較大我就用比較小 單位比較小我就用比較大的隨機值 就用比較小的隨機值 沒有錯 單位比較大我就用比較大的隨機值 不可能嘛 對不對 所以說 我們最簡單的方式是改DATA 那做標準化先是非常簡單嘛 我標準化完了之後 我標準化完了之後我要還原 那個很簡單啊 對不對 我把最後的結果再做一些還原 這樣就解決了嘛 對不對 所以說啊 這個標準化是一個最簡單的做法 透過標準化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問題做一個解決 好那我們現在來想啊 標準化 標準化的話 你看標準化的話 它這個圖有多麼的漂亮 它的紅線跟藍線是不是幾乎是一致的 對不對 有標準化就是有這個好處 好那標準化 既然這麼好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等一下的問題是什麼 欸 如果標準化 在第一層是這麼好用 第一層標準化這麼好用 那我們不是有遇到低度消失的問題 低度消失的問題是什麼 越往後 就越來越小 為什麼我小 因為它不是把小於0的省序 變0 所以它是不是會越來越小 你懂我意思吧 因為它有小於0的省序 它每經過一層非線性轉換 它的絕對數值大概會少一半 對吧 假設正負責出現機率是一樣的 好不好 大概會少一半 所以它的數值會越來越小對不對 那我可不可以每一層 我到了每一個新的層之後 我就給它標準化 每一層 每經過一個運算 我就給它一次標準化 每經過一次運算 我就給它一次標準化 那我要怎麼還原 我要還原也非常簡單啊 反正我就有平均數標準差 留下來就好 那我就可以還原也 對吧 可以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所以我其實 我可以每經過一層 我就給它標準化 對不對 那標準化 我是不是就要留下 假設我這裡 fc完之後的結果 要標準化 好standardized standardized的話 就是減掉平均數除以標準差 對不對 那我就把這個平均數跟標準差 留下來 以後我丟新的資料進來之後 我就減掉同樣的平均數 除以標準差 我的結果後面就一致了 這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減平均數 除以標準差 這件事情非常的好用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東西要怎麼來用啊 來這個方法 叫 badge normalization 為什麼要 badge normalization 因為其實我們並不是沒有辦法 得到真實的標準差 為什麼 我每次只丟一小部分的樣子上 對不對 所以我每一次的標準化 都是對這個 badge 的標準化 不是對全部資料的標準化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可以齁 好 所以這叫 badge normalization 那這個 badge normalization 它發明出來之後 這個對準確度的提升 真的是非常好幫助喔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我們來給他試一下好了 你的標準怎麼這樣子 怎麼了 就在講你啊 你不要 你的標準怎麼這樣 好像彷彿是隔壁的同學 對不對 好 來他的解決方法非常簡單 首先 你的 x 啦 先減掉自己的平均值 再除以自己的標準差 得到 x-hard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那這個 x-hard 再乘以 gamma 再加上 beta 這個 gamma 跟 beta 相當於是 對於這個標準化之後的數值 再給他做一個線性運轉 你就乘上一個固定值 再減掉一個 加上一個固定值 加上一個 beta 這樣子的話 如果我剛剛做標準化 我不喜歡 我可以再還原回來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 這兩個也是在修正數據 跟雇用的 那你注意到了什麼事情 如果 因為 你過了 x-hard 假設你過 x-hard 你就要做標準化 請問一下這個 這個 bias 還有用嗎 沒有用 因為 因為這個是所有數值都要加上同個數 對不對 那就是 相當的平均值數一起加多少 所以如果你用的是 是 fc 後面加上 fc 那fc 那一層 就不需要加上 結局 加上結局也沒有意義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甚至加了結局還容易爆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聽得懂嗎 哈囉 聽得懂嗎 加這個結局完全沒有這個意義 可以嗎 好 那這樣子 如果我們寫成程式碼的話 他是這個樣子 就如果你有一個 data 進來的話 先取得 bnmin 再取得 bnbar 然後 指定一個 gamma 指定一個 beta 最後的結果就會變成 減平均數 除標很差 乘上 gamma再加 beta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我們這裡只是做一個簡單的示範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如果我們現在提出一個新的 函數 這個函數可以拿來做堆積木提提樂 對不對 那我們 我們 要付出的代價還 還付出的這些兩價 他講不出來 這樣可以微分吧 對不對 所以現在不斷強調 我們要加新東西竟然可以 但是要可以微分 那我們要怎麼微分 我們所謂我們現在要求他所有 代解參數的微分 他有哪些東西是代解參數 他的輸入是什麼 輸入是x 輸入這個 他有哪些東西要求微分 他自己本身對不對 輸入輸出 這個fc的輸出 他是x 對吧 還有gamma也要求微分 beta也要求微分 所以他的三個東西需要求微分 這樣可以接受吧 來我們接著來看 beta的微分非常簡單 因為他就是常數項 對吧 所以他本身他就是gradient的y 他不需要做任何改變 gamma的微分 他其實就是乘上x 這也非常簡單 那x的微分呢 x的微分比較難 首先 因為他要減平均值求標準差 你要先算出 標準差 欸 變異數的微分 跟 平均數的微分 然後你才能夠求到 這個x的微分 好這個過程齁 我們就跳過了好不好 這個過程就是大家知道結果就好了 好不好 那個過程怎麼算呢 你需要用到這個就是連鎖率 主要還是用連鎖率 好不好 就是你的x 你的y 一層一層球下來的時候 你要把他的結果留下 這樣你才可以用連鎖率 好 那透過這種拆解 批量標準化 就變成是一個獨立的layer 對不對 好你有沒有覺得解微分的過程有點複雜 好所以你如果都用手科 就是有這個壞處 如果你在mxnet裡面 你想要用benchnovization 非常的簡單 你只需要在 這裡 fc之後 給他加上個benchnovization 這樣懂我意思吧 欸非常簡單吧 好我們直接把複式貼上啊 好注意一件事喔 在我這裡的示範語法裡面 我 這裡 他其實理論上應該要給他no bias等於true 但是這個是完全沒有 這個 這裡可加可不加 至少在我的case上面 不加也不會怎麼樣 但是其實他的fias沒有任何用處喔 這樣懂我意思吧 為什麼 因為他 每經過一段 他就會經過 他就會過benchnovization 對不對 好只是說 注意的是 benchnovization 一樣要指定 要對哪一個軸做benchnovization 對第一個軸來注意 我們每一個軸 假如我們過來之後 是三乘二十對不對 我們是每一個變相 每一個變相都要分別novization 不能全部合在一起novization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是對第一個軸 0那個軸 0那個軸 0那個軸是sample size 對不對 1那個軸才是變數一稱 這樣可以吧 所以是對0那個軸 1那個軸 做benchnovization 好fix gamma等於true的話 代表的是我的gamma就固定為1 也就是我減掉平均值處理標準差之後 我不要乘上某一個數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欸剛剛的4成升的神經網路 我們用sgd是沒有辦法優化的喔 但我們現在故意用sgd來試試看 欸有沒有非常神奇 可以優化 而且優化非常快 你看得出來吧 它loss降得非常快嘛對不對 所以這個 PE量 標準化 真的是一個非常神奇的layer 對不對 我們到目前為止 到底學了幾個layer 大家不要想一下 polytomatic 最簡單的 那個如果對應到我們的數學師的話 就是l function 對不對 然後呢 一些飛行轉換 有好多sgmode 的radio啊 之類的對不對 我們還學了什麼layer drop out layer 對不對 還說了什麼 這個 這個 bench normalization 對吧 然後後面還有一些輸出的 火輸出的 比如說像 softmax layer 之類的 好那所以說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現在其實總共學到的也不是很多 但是我們變化已經非常多了 這樣懂我意思吧 你們未來啊 學到了總layer數目 應該不會超過10個 我沒有 我記得 總共加起來不到10個 所有的deep learning model 都是這10個 大概 好啦我們講10個有點 可能有點太少 就20個好了 就是 我們這裡常用的 不超過20個 不超過20個 那這20個 的組合 就會成為各式各樣的深入神經網路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我們一節課通常不會教很多個 甚至都只會教一兩個這樣子 甚至有些課連教都不教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那我們啊 現在要請你做一個 小練習 就是啊 我們要 我們現在 得到這樣的結果 我們訓練完了 得到這樣的結果 我們得到這個model 這個model裡面是不是有非常多參數 有 有 arg fc1 weight gamma beta fc2 beta gamma 然後這些 還有 AUX parameter 這個東西是什麼 我們剛剛之前不是說AUX 我們之前不會用到 我們發現 原來這個AUX parameter 就是在存 平均數跟標準差用的 好你現在需要做什麼事咧 你現在有這麼多參數 好這麼多參數你 用起來會有點複雜 好不好 我們給大家一個簡單的機會 就是 我們現在是做 我們現在是做這麼多成生對不對 這樣算起來 其實就是重複的運算而已 所以大家可以把 這麼多成生 改成只有到fc2 fc2直接就 2然後到 這邊是3 這樣子輸出 這樣子的結果 請你對model 他總共有很多組參數 請你用 testxarray 經過這些參數 然後把最終的結果給算出來 這樣懂的意思吧 就是 testxarray 他首先要經過什麼運算呢 要先經過fc weight對吧 fc weight算完之後 減平均值 儲標很差 乘以gamma 加上beta 可以接受吧 然後接著呢 再乘上一次fc weight 你可能要看著這裡 再radio 再乘上個fc weight 然後接著 再給他做softmax 然後最後得到結果 對吧 可以接受嗎 所以你試著把這樣的 過程重複一遍 這樣可以理解吧 好我們這邊給大家 15分鐘的時間 好我們這樣的 我們這樣輸出的結果啊 我們要怎麼利用 他來做結果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你需要把你的data 弄進來嘛對不對 來我們來看一下 好你的input 這個就長這個樣子 他是一串數字 對不對 好這是他的 標準化之後的數值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那我們要怎麼樣 進一進算咧 首先 我們剛剛設定的 bn的eps 是1的 10的-3次方 那我們怎麼做咧 首先 我們先把你的input 做一個 轉置 那這樣4個維度 你就要乘上這個fc1 weight 好再加上bias 哦靠我現在沒有bias的東西 對不對好 好那這樣子的話 你就可以得到fc1 out 這樣可以吧 然後接著咧 減掉平均值 除以標準差 再加上 這個bn的eps 然後再 加乘上gamma 加上beta 得到了bn1的out 然後接著 產生radio1的output 把小一定的部分 捨去成0 這樣最後就得到radio1的out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接著咧 重複以上步驟 一直進行 最後你得到的結果 最後你得到的結果 就是我們的salt max output 它是9998501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predict y的這個結果好了 完全一樣 這樣可以接受吧 它這個差別非常非常小 這樣可以 好那所以說 這就是重現我們bn的推理流程 我跟大家講 這部分我剛剛看大家 好像在那邊嘻嘻哈哈 根本不用在做 對不對 這部分非常重要 重要什麼呢 我跟你講 你們以後如果學一個統計方法 你們可以不知道他怎麼算出來 就是求解過程你們可以不知道 但是你們總不能連 參數都給你了公式都給你了 你們還不會帶吧 這樣懂我意思嗎 欸不會帶公式是一個很嚴重的事情 好不好 這個 不會帶公式 你就完全不了解他的 Function Set是長什麼樣子 你未來 在做深度學習的時候 他出錯你都不知道他發生什麼事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那我們 來看一下 Bench Normalization 剛剛七成生的神經網路啊 來即使你使用SGD 我現在是用SGD喔 七成生的神經網路 因為你用了Bench Normalization 你一樣可以優化成功 這樣厲害吧 這個真的是很厲害啊 即使是七成生的神經網路 都可以優化成功 好但是啊 如果 你用 三十成生的神經網路 你要怎麼做三十成生的神經網路勒 欸看著 Data進來先進label fc fc完 進bn bn進來 進redu redu再進fc fc再進bn再進redu 喔所以他是可以重複的 他可以用回圈來寫 那你說這樣回圈來寫 我怎麼知道現在是什麼咧 所以你name這裡 需要給他一個特定的name 這樣知道吧 你要跟著i跑 那這樣最後一層的redu 最後跑三十次出來的這個redu 就是redu 那個13 這樣可以 30這樣可以吧 redu30 redu30把它丟到fc 最後 fc3 這樣 那個number of python3 所以啊 如果 如果你願意的話 你其實是可以做一個 30成生的 神經網路 好我們用30成的神經網路 用Aden來優化 我們來看一下 啊跑的有點慢 我有點受不太了了 我們先把它關掉好了 好不好 這個我們現在就改用gpu好了 gpu在哪裡 欸他沒有地方給我選喔 沒有吧 好我把cpu桿gpu 欸靠這個 我現在gpu是不是被占用了 好啦我現在可能有在跑別的東西啊 所以說那個 他用gpu 反而還在搶資源這樣子 好 那我們先把它關掉啦 反正 總之這個 總之這個 就是 我們用Aden 其實即使是30成生的神經網路 我們其實是沒有辦法優化的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說 Bentremolation 欸他一定程度解決了 低度消失問題 可是他並沒有完全解決 這跟Aden很像對不對 我們的目標仍然是1000成生的神經網路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所以說我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 我們今天上課的重點是什麼 教你學會用mxnet mxnet 這個語法有點像是全新的語法對不對 你要學習他必須要有強大的理論基礎 所以你非常清楚他每一個部分都在做什麼 好 Iterator 那個architecture of minor 對吧 分別對應到的東西是什麼 這些我剛剛在黑板上畫圖 你全部都要 欸你其實腦袋裡面都要有一些想法 可以了解我在做什麼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那我們知道知道 我們現在深度學習的三大問題 仍然還是存在著 我們下一節課要上的是 如何讀取圖像 我們怎麼建構一個可以處理圖像的神經網路 那我們在下一節課才會解決低度消失問題 那要過年了嘛對不對 我希望大家在過年的期間就是好好的就是 如果有露的 有第五課非常重要 第五課 你看第五課總共有39頁 第五課前半段完全是硬工夫喔 你如果這邊不會 後面要會的機會就非常低 會完全跟不上 希望大家繼續努力啊好不好 然後如果有空的話先預習一下第六課 六跟五還是差蠻多的 第七課倒是還好 第七課只要用停的 大概就會了這樣子 好不好好就這個樣子啊 就我們今天上課上到這裡